四哥 这都什么日子了 你怎么还不接育儿回北京 他说他在科尔庆老家挺好的 你胡说 他明明很想回来 你怎么知道 他朋友圈已经分享了几天的 我站在草原往北京 有心人 末代皇后 多不落宛容 申请加入群了 杀 宛容给大清的列祖列宗请安 偏若惊惶 宛若有龙 宛容字幕红 你的名和字可都是曲字 洛神父 是的 你们怎么都那么爱蹭 真浮的热度 你这什么造型 你的大拉翅呢 你的架子头呢 我是新时代摩登女性 如今流行的是时尚旗袍 高跟皮鞋 还有烫发 不一啊 这就是你的皇后啊 一点都没有大家闺秀的样子 我怎么不是大家闺秀了 我可是内务府大臣的女儿 正经的上三旗 怎么 你是看不上我们下午旗的 我可没那个意思 我最初心仪的皇后候选人 是淑妃文秀 刀飞革命 他登报和你离婚的天字号新闻 你怕是忘了 那也比你与侍卫私通 按杰珠台诞下一女 给我的惊喜墙 你问问你自己 这能怪我吗 你们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听说 苦仪出狱后 偶遇晚人出轨的那个侍卫 两人居然还能谈笑风声 我大清入关将近三百年 已经是中国历史上比较长寿的王朝了 盛衰荣辱本就是平常之事 要是没有个好心态 怎么享受幸福人生 真是好心态啊 对比下吊死在眉山上的朱油简 你至少活了下来 又抽鸦片又浪费钱 简直是在我爷爷道光帝 做人的底线上来回蹦迪 吸鸦片都冰成那样了 还能逛街购物 真是佩服 老佛爷没听过包治百病吗 再说了 我也有做慈善啊 各种赈灾捐款的时候 不知道帮溥仪赚了多少好名胜 我捐一栋楼房 你捐一条项链 那能一样吗 我还向北京零食窝窝头会 捐赠六百元大洋赈迹灾民呢 想想康庸前的时代 都是开疆拓土的大事 怎么到了你们这儿 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大事的 啥呀 一和团运动 你给十一国下战铁 八国联军入京 你逃离北京 还有他的六十大寿也是大事 大清入关的基业是我创立的 我没有皇位也就算了 还被你们搞成这样 你能入关 一多半是吴三桂的功劳 要不是他献出山海关 你能有机会 你让他献 你看看他献不献 吴三桂那个手下败将 不好好做他的平息王 还想造反当皇帝 什么 连吴三桂都当成了皇帝 康熙十七年 他造反在湖南登基 国号大洲 年号朝五 不过 当了五个多月的皇帝就病死了 十四弟 看到了吧 皇帝可不是谁都可以当的 说到吴三桂造反 都是学业薛藩造成吧 还好我爷爷打赢了 输了可就是下一个朱语文 虽说薛藩工作开展的比较仓促 但三番之乱不足为据 啥叫准备仓促啊 说白了 还不是八旗兵入关之后 战斗力断崖式下跌 要是我在的话 谁镇守山海关 我都能给他打下来 八旗兵入关之后 安宇享乐 武备废驰 到道光帝在位的时候 满宇都说不利索了 不过好在皇室始终坚持学习满宇 诶 溥仪 说几句来听听 他哪会满语 原来上课的时候 他这个学生天天给老师放假 把老师熬死之后 吹门课程直接下架了 要说尊重满洲习俗 冲上国语其设 还得看我实权老人 驾驭满汉大臣的手段 非我莫属 满臣和身贪污 汉臣及小兰好色 你可真会用人啊 爸爸 我可是给了张廷宇配奖太庙的资格 他也是我大清唯一一个配奖太庙的汉臣 张廷宇配的也是我的庙 要不是我生前做出许诺 就你这小家子气 能给他太庙门票 我长名价那么多 怎么偏偏给了个文言一张太庙的门票 哪有几个名价 我怎么没见过 厉害的八旗将领都集中在清初和我乾隆时期 其他的时候也不怎么打仗了 我在位的时候仗可没少打 你还有脸说 你在的时候八旗子弟都跟着你一样 过起了提龙驾鸟 养尊处优的日子 哪还有什么战斗力 八旗战斗力的问题 真是我没想到的 我当皇帝的时候 八旗也算是含有匹敌的了 但是你哪次打进关内 不是匆匆撤退了 哪像我 一次入关奠定三百年安稳 要没有刘宗敏 霸占陈圆圆 李自成逼返吴三桂 你能那么容易超越我和爸爸 超越我 逼人不擅长简陋 打的都是硬仗 太族爷您确定 怎么不确定 那原虫换那一炮 闭嘴 鸟 老师 老师 你能疯人的 不思认